我国的高分三号星载雷达在对地成像时 可以达到最高1米的分辨率 这什么概念 以它高达755公里的运行轨道而言 这个分辨率就相当于你站在地面上 能够看清4公里以外视力表最下面的内行 即使在世界同级对手面前 也是站在前列的 而如此高的分辨率多半是天线的功劳 天线是什么 就是那个既能够发射也能够接收电磁波的装置 它的尺寸或者说是孔径与分辨率之间 是个正相关的关系 孔径越大分辨率也就越高 具体还有一些公式 为了不劝推大家 我就不打出来了 但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拿它来计算一下 看看高分一号为了达到1米的分辨率 孔径应该要多大才行 计算结果是大约要长46,000米 这显然不可能 事实上高分三号的天线尺寸 的确也就只有15米长1.5米宽 所以为什么计算与现实出现了如此大的差距呢 原因很简单 高分三号上搭载的是一台合成孔径雷达 它跟我们计算出来的单一孔径雷达 有着本质的区别 什么是合成孔径雷达 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清楚 雷达通过向目标发射出一束电磁波 并探测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回波强度 时间间隔 等来计算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 但雷达波却有一个天生的劣势 跟通常用来成像的可见光波不同 它的波长是前者的数千 甚至上万倍 如果我们拿塞网来举例的话 那么雷达波就是一个拥有超大好孔的塞子 大沙子 小沙子 在它这边都是一样的沙子 根本就看不出来区别了 换句话说就是分辨率完全没法跟可见光比 这在以测距为主的非成像雷达那边 还没啥大问题 但是到了成像雷达那边 我用雷达波就是为了要成像 没有细节还算什么成像 就是个大问题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传统思路是一个大天线 因为天线越大 孔径越大 越能够将雷达波的波数压载 这有点像是你用很多个大孔的塞子 错落的叠加在一起之后 所形成的样子 它们的孔是变小了 因此能够塞出更细的沙子 但是叠在一起后的尺寸却会变得十分庞大 如果这个庞大的贴线只是架在地面上用的话 还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要带着它飞上天空就不太现实了 怎么办呢 其实在二战早期 美国、德国和英国就已经开始把雷达装在飞机上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雷达还很原始 作用也很简单 只是用来探测其他的飞机和船只的 至于探测出来的样子 到了未知指示器里面 全都是一个个发光的小点点 后来随着技术发展 当飞机一边飞行一边旋转雷达天线时 这些扫描出来的目标 能够逐渐被显示成一个真正的灰度图像了 但是离我们所谓的成像还差得很远 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 工程师们开始意识到 当扫描目标区域时不旋转天线 而是敢让飞机尽量保持稳定的飞行 反而可以让在航向方向上面的扫描分辨率得到提高 这是不是意味着沿着一条路径奔跑的一台小天线 可以经由时间上的合成变成一台大天线呢 原来欺骗人眼的视觉产流也是可以拿来欺骗分辨率的呀 这就给工程师们打开了一道大门 也解锁了可以对地观测的测试雷达 一开始当然是用作军事侦察的 但很快也服务于科学用途了 因为雷达波可以更好地穿透云雾 同时还是主动发射的 所以在进行定型图 海洋图的绘制与陆地研究的任务时呢 可以不受气象条件与日夜的影响 表现出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优点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 顾特异飞机公司的一位工程师 对了 就是那个我们以为只会造轮胎的公司 其实它不仅造过飞机 甚至还造过飞船呢 它帮NASA设计了阿波罗飞船上的 加热与冷却系统 当然宇航员在月球上飙车时 自然是要用到轮胎的 那可是顾特异的老本行 所以必须装的是顾特异轮胎了 这个牛可以吹上一辈子 就像同样也上过月球的哈苏相机一样 有点侧远了 让我们再回到那位工程师 他叫做卡尔威利 发现如果利用多普勒平移的处理方法 也可以在不增大雷达天线孔径的情况下 实现高分辨率的成像 多普勒平移是一个随着探测平台 同目标物体接近和远离时 电磁波的频率发生偏移的现象 平时我们听到接近与离开的警笛声 有着明显的区别 就是声波发生了多普勒平移的结果 你想飞机或者卫星在空中飞行时 也会接近和远离一个地面目标 用一束较宽的雷达波 虽然无法探测到这个目标 到底是落在雷达波的前面后面还是中间 但如果我紧接着又发射另一束 相同脉冲的雷达波出去 发现回波的频率被压缩了 也叫做多普勒频率正移 就说明我是正在接近这个目标的 那么这个目标也就落在了雷达波 比较靠前的位置 相反如果这次的回波发生多普勒负移 频率被拉伸了 就说明这个目标的位置是靠后的 要是我把两次发射的雷达波的间隔收窄 在同样的时间和距离内发射并收集 尽可能多的雷达波 岂不意味着我对多普勒频移的探测 敏感度加强了吗 自然也就能够得出更精确的目标防卫了 这个就是合成孔径雷达的底层工作原理了 它其实只有一个不大的天线 但是却会沿着一条路径稳定的频移 并且在频移当中的每一个位置 都发射出一个相同脉冲的信号 接收它的回波并储存起来 然后通过信号处理的方法 合成出一个灯效的大天线出来 也就是合成孔径了 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美国很自然的成为了第一个 在卫星上装上合成孔径雷达的国家 1978年 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使用该技术的 海洋卫星C-SAT 并成功完成了对地观测任务 获得了大量高清雷达图片 开启了太空对地观测的新时代 紧接着更多搭载着 合成孔径雷达的卫星被发射成空 成为美国架设在太空当中的眼睛 可以实现非常多的科研及军事目的 比方说发现沙哈拉沙漠下的古河道 这就是普通的光学成像卫星 难以办到的 因为它不具备合成孔径雷达 那强有力的地表穿透能力 比方说在海湾战争期间 为美军的精确打击提供服务 从1988年到2005年 陆续升空的5颗长曲棍球间谍卫星 据说其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分辨率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0.3米左右 与此同时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 也不甘落后 相继把自己的新载合成孔径雷达送上了轨道 我们国家呢 虽然起步较晚 但后劲十足 1979年由中科院电子所 获得了国内首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 并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路攻坚克兰 于2012年成功发射了 首颗民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环境一号C星 仅仅到了2016年 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分辨率达到1米的高分3号呢 就已经发射成空了 能够全天十日全天后实施对地观测的它 已经占到了国际上的第一梯队里面 世界在我眼前铺开 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得如此清晰 这种感觉只能说真的很爽啊 好了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见